Cheers to Kiana Welcome to Blockchain 今天又有好消息和大家分享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 位於美國麻省的 美國萬通護衛人壽保險公司 最近為他們普通保險帳戶的客戶 購置了1億美金的比特幣 這次的購買是通過 紐約基金管理公司NYDIG來完成 本身NYDIG這間公司已經持有了等值23億美金的加密貨幣 而Mars Mutual還收購了500萬美金的股權 Mars Mutual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 成立於151年 擁有500萬客戶 目前是管理著2350億美金的保險帳戶 大家可想而知 這次只是一個開始 已經賣了1億的比特幣了 如果將來有多大潛力 比特幣的價值是會有多高 可想而知 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報道完畢 其實我平時很喜歡喝燒酒 因為我喜歡覺得燒酒 我不知道如何配搭食物 但這次選了這瓶 八年之孤獨的燒酒 因為呢 我的冬天 只是過了一半 我覺得也挺孤獨 那 酒背後的故事其實是跟孤獨沒有關係的 因為 大家可能有聽過黑木這個地方 黑木它本身就是在宮崎縣 它是明治時代的時候就已經創業了 所以它專注也是出產 它會用 芋頭 米 和紋 三種不同的材料 就是原材料 來出產的 它本身 酒廠 它自己有自己的農場 就會用一些比較自然的方法 來釀製它的燒焦 所有的酵母 發酵的酵母 都會自家製 自家培養 Anyway 這瓶酒 我選它另外一個原因 都是因為 它其實都是黑木的代表作 那如果說大家本身不是特別喜歡燒酒 我相信也值得一試 但我們一起試試 我真的不太確定燒酒應該用什麼杯 所以我就選擇我最喜歡的紫色的酒杯 除了它的顏色 其實都是燒酒 都不是威士忌 和我平常喜歡喝的威士忌 都有一些距離 但始終它也是有一些醬木的味道 再加上一些香氣 我會喝到一些藍色的 可能是甘甘 甘吉 你知道日本人最喜歡吃甘吉 橙色的東西 紫色 都是他們喜歡吃的水果 那我會覺得 另外一個感覺比較特別的是 平常我們喝威士忌的時候 可能會去配搭雪茄 它這個反而是有一點雪茄的香味 就是likes一點的雪茄 嗯 加了一些Nutty 還有一些椰子味 我不是一個特別喜歡椰子的食材 但是它有些椰子味 不知道為什麼會令我想到 是不是可以配一些和牛呢 嗯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鹿兒島和牛就最好了 讓我今晚想一想 看看明天還有沒有一些新的配搭介紹給大家 好啦 今天呢 就繼續和大家說這個 百年之孤獨 繼續孤獨 但我已經研究到了 原來呢 日本人有另外一種飲法呢 就是他們喝燒酒的時候 可能冬天為了保暖 原來他們就會加熱水的 所以我已經煮定了熱水 跟大家試一試了 我就用一隻櫻花杯 加一個Shot 然後加點熱水 試一試感覺 1比1啦 我們的比例試一下 嗯 其實很香喔 我會想著 加了熱水之後呢 反而帶出了更加多的香味 我覺得加了熱水可能層次更多了 會再濃了 我想試一下 加檸檬 看看效果 加了檸檬 真的好像 熱水加燒酒 嗯 好喝 好喝 這個有驚喜 我極度推薦大家試一下 1比1 熱水加燒酒 然後加檸檬 如果你是這樣喝的話呢 可以搭些什麼食物呢 我想是大家在家 weekend chill的時候 可以加一些 scottish的smoke salmon 配sour cream 再balance回它的味道 就會再更加香醇一點 口香得來 你又不會太醉 我覺得這個 我給自己幾高分 嗯 可能始終冬天呢 喝一些暖身一點的drinks 都是整個感覺會舒服一點 就算是能睡前喝 都可能會睡得好一點 我跟了 你隨意 Cheers to Kiana 明天再見 如果你們都喜歡喝酒 有很多酒有的話呢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my channel Cheers